Maybelline的索吻棒 比较多人在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唇釉它会不会黏 这支应该会是我今天六色里面最推荐的 不沾的同时啊,嘴巴上面的光泽感还是可以维持住 Hi 我是Wina,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Maybelline的索吻棒 这一个系列其实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 因为Maybelline他们家之前有一个白盖也是不吊色的唇釉啊 我非常的不喜欢 我不喜欢它的原因我先讲一下 就是因为它那个白盖是属于雾面款的唇釉嘛 所以它擦上去难免会有一些显唇纹的状况 然后会比较厚 那我自己最不能接受它的理访是 每次要补妆的时候补完就会变得很干很厚重 因为它那种不吊色就是你吃完饭可能中间这边有点掉 但是外面是没有掉的嘛 那你再补上去的时候等于外面是涂了两层 然后加上它又是雾面的那种质地 就会真的比较容易显干显唇纹 对我来说会觉得我宁愿它整个掉光光 然后补一个新的唇膏上去 我也不想要把它越叠越厚越擦越厚重 所以这次这个索吻棒它是做光折型的嘛 就让我对它非常的期待 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也用过几次了 然后我上次出去吃饭的时候有在拍一个实测 后面会再播放给大家看 我们就先来做个试色 然后台湾有进的就是这六个色号 这次的包装我说实在而做的有点巨大 我随便拿个别支的唇釉来 给你看它的粗度就是人家的好几倍 膝带上面那种小肺包可能就真的不是很好戴 不过它的管身这样设计我是蛮喜欢的 因为非常明显一目了然可以马上分辨出来色号 它这个唇釉的味道确实是还蛮重的哦 是有点偏向酸甜的那种味道 酸甜软糖 里面的刷头就是这样子有点点斜斜的 主打色65号糖霜草莓熊 它的饱和度其实非常的高 不需要差很多的用量 然后它干的速度非常的快哦 所以如果你是希望做那种边缘有点暈染的效果的话 你要动作很快的把它暈开 因为它一旦干掉是完全暈不开的 我会先这样子薄薄的涂一层之后呢 再加深内侧 然后一样很快暈开 它擦完的妆感就是这样子带有光泽感 然后不太会去显纯纹的类型 官方是说涂上去等30秒就会变成不沾杯 但我自己是建议啦 你可以等个1到2分钟 因为你每次涂上去的用量厚度会不一样 那干的速度也会不一样 比较保险我觉得是等个2分钟最好 2分钟后来看一下 它就真的是变成不沾的类型 而且它蛮神奇的地方是 它不沾的同时啊 嘴巴上面的光泽感还是可以维持住的 因为有一些亮面的唇 又它的不沾杯是指说它的底下颜色不会掉 但你试东西的话上面的那个光泽感 它其实是会被沾掉的 最后只会留下颜色 可是这款比较奇妙的是它整个沉膜之后啊 这个光泽度跟颜色它是会同时并存的 它那感觉比较偏向是颜色跟光泽 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一层膜贴在你的嘴巴上面 要掉就是会整个一起掉 不会说光泽先掉然后颜色还在 比较多人在问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唇釉它会不会黏 它是会黏的没有错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黏的程度 就是那个嘴唇会有点微微黏在一起 它的黏并不是那种像唇蜜一样 会堪吸的那种很不舒服的黏 那你说会不会黏头发 确实也会你看头发就黏住了 可是因为呢它是不沾杯的 所以其实你头发黏到 你再这样子把它拉走 它其实不会说什么沾到旁边去 这样子被你的头发带走 不会 它也不会黏在你的头发上面 因为它就是已经沉默就不会掉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带有黏性 我自己是可以接受 你真的很在意 一点点黏你都不能接受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先pass 我现在擦了这个65号的糖霜草莓胸 我是觉得它有点偏babi的那种粉啦 所以你要是皮肤够白的人 可能才能驾驭起来 虽然它没有到那种很夸张的babi色 可是以我的肤色来说 我擦起来都觉得有一点现黄了 所以这个颜色真的是会比较挑人的 那它这款虽然是磁色型 可是它是不染唇的喔 就是它很容易就可以卸除掉了 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不喜欢染唇 有想要磁色的朋友来说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下一款是61号 这个叫做软萌泰迪橘 比较像枫叶橘色的这种色调 那再提醒大家 在擦这款唇釉的时候 你的嘴巴要保持是干燥的状态喔 不要去涂一些护唇膏 它才能很好的附着 一样一层 然后赶快领开 然后这是61号 比我想象中的好驾驭欸 因为我本人就是擦橘色 会看起来脏脏的类型 但是这个橘色它不是那种很鲜艳的橘色 所以目前我擦起来是觉得OK的橘欸 拉近给大家看妆感 这个橘意外的可以 不过我要再补充一个 就是我觉得它不适合涂得太厚 你可能涂个两层就差不多了 不要只是三层四层这样子叠上去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在嘴巴上面沉膜的类型嘛 你如果涂得很厚啊 沉膜之后那一个膜就会非常的厚 反而就会有可能造成你的嘴巴是显唇纹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大概两层是比较刚好的 下一个颜色是60号的水蜜桃炸蛋 这个颜色我超爱 很实用很实用的水蜜桃色 你看其实它这样子薄插一层也是好看的 但你想要它再 饱和一点就可以再叠 是不是真的超嫩的 配上这个光泽感啊 就是一个很显年轻的唇色 我现在突然发现它里面有像立可掰一样 这样子咔啦咔啦摇一摇的 所以用之前应该是要把它摇一摇 是不是 可是我从来没有摇过欸 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可能是它量胜很少 或是放太久沉淀的时候 会需要这样子摇一摇吧 我猜啦 应该是这样子 60号给大家近看一下 这支应该会是我今天六色里面最推荐的 10号的微醺黑醋粒 酒红酒红的这种色调 这个深色就要 擦超快 干掉很麻烦 它这个有一点考验技巧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你涂出去它干掉啊 很难用掉 一定要用粉底去把它遮掉 因为它真的很不掉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是属于超显白的那种 尤其在现实中看呢 就把你的皮肤秤的白里透厚 虽然它是深色 但它不会让人显得很老气 你们也知道我就是脸长 很容易擦那种深色就看起来超老 但这个颜色它真的没有让我显老 也可能是质地的关系吧 就是让人觉得 唇妆是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好看 好拉近大家看一下 下一支是23号的淘气可乐冠 超红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也没有擦过 因为看起来有点可怕 你看 一组上去超红的 就是那个 可乐的颜色 哦这个颜色这样薄薄的涂 旁边晕开还蛮好看的 哦深色真的有难涂 它严格来说是不是算大红色啊 就是要配个什么西装啊套装 那种女主管的形象 霸气的红色啦 第一眼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老 可能我平常没有习惯再擦这种大红色吧 可是现实中有点越看越好看的感觉 真香真香 好看看23号 最后是摇滚樱桃派 紫色调 比较偏像一种暗黑的感觉吧 会是一个比较有个性酷酷的颜色 会觉得我擦起来是没有不好看 但是我个人喜好是没有特别喜欢这样子的紫色 参考一下 好以上就是六色的试色啦 那我上次去吃饭的时候 有做过一个简单的实测记录 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当天的实测记录吧 那个蔬菜 我可以了解一下 他就会可以了解一下 这么多的乳朵 那么多的乳朵 我现在常常做到最后 参考的乳朵 就可以了解一下 就在这里 我现在也想了解一下 现在就对了解释 它已经是有一个温承的 我现在不过 你会的这种青色 我聽到嘴巴有掉了嗎? 一點點 中間 一點點 但還好看不太出來 沒有很仔細看就看不太出來 中間是不是都掉了? 因為剛剛吃那個披薩很油的 它上去就掉了 那一圈 就掉了 欸其實它蠻好補的欸 好我再來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支它的磁色效果是真的很好 只要你不要吃到很油的東西 它真的基本上是不會掉的 像我上次去參加一個活動 那天是下午 我就是只有吃了小點心啊 然後喝了茶 好像是從大概12點一點完妝吧 到回家五六點啊 其實我嘴巴上面的顏色都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就真的只要你不要吃到油的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不會掉 補妝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也比霧面的那塊好補很多 那當然我覺得最好的補妝方式 還是用那個護唇膏先把殘留的這個唇妝推掉 之後再補上去 我覺得會是最漂亮的嘛 畢竟就是一個新鮮剛補好的唇妝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這個先功夫的話 你直接補上去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就是補的時候你要去注意你的嘴唇是不能有任何的油脂 它才能好好的巴住你的嘴唇 那因為它吃到油的東西會掉色 而且都是從這個內圈開始掉的嘛 如果說你真的會很害怕你中間掉了你不知道 會很尷尬的話 你可以去選擇一些顏色比較接近你的原本的唇色的 例如說60號的這個 它就是非常接近原本的唇色 所以即便你真的是有點掉色的話 不會那麼明顯的看得出來 但如果你是擦深色 然後要跟人家約會啊 吃晚餐啊 吃到一些油的東西的時候 你真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內圈掉光光 其實這就是這種不掉色的唇膏 不管是有染唇還是沒有染唇 還蠻常遇到的窘境吧 就是掉一半中間掉然後外圈還在 我覺得這個就是也蠻看個人的啦 就整體使用感受而言 我覺得它除了會黏之外 其實沒有什麼好挑剔的地方 就它的妝感是漂亮的 然後在嘴巴上面的存在感不會很重 補妝不會太困難卸除也很輕鬆 所以整體使用起來我個人是覺得喜歡的 而且這次台灣進的這六個色號 我覺得都是好看的欸 就他們各有特色跟各有適合的人啦 不敢說每一色都超適合我 可是他們都不是到很雷 會覺得說 唉唷幹嘛出這個顏色的那種怪怪色 有喜歡這種實色型唇彩的朋友 我覺得是還蠻可以嘗試看看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別忘了不要按讚訂閱喔 掰掰